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見!獲勝! 立刻復職! 今天公會要再來幸福球場前面開記者會 就是我們在幾天之前 已經收到了 勞動部隊於這一次 整個去解固加固的感地的行為 做出一個無效的裁決的結果 認為資方的解固行為是無效的 而且要立刻讓我們被解固的感地 能夠馬上回到職場 但是到解釋今天 解釋今天我們都還沒有收到資方 讓我們當事人回到職場的統治 今天來到這裡就是我們要求我們公司 讓我們回到我們的職位去上班 因為在勞動部的不當勞彩 我們23號已經先到我們的勝利了 7天以內要讓我們回去 但是昨天也是第7天了 公司也沒有發一些公告讓我們回去上班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來這邊要求開這個記者會 讓公司能讓我們依勞動部的判決 讓我們回去上班 因為我們從去年的11月份 經過了勞工局的調解 跟我們勞動部的不當勞彩 已經經過了好幾個月也超過半年了 我們的生計也是沒有下落 只是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我們不知道我們真的可以撐多久 我們美麗華也一樣在5月10號的時候 我們的裁決出來 我們公司就已經在隔天5月10號 我們全員復職 我也希望那個幸福球場的老闆 也能跟我們美麗華老闆一樣 趕快讓這些感地們回去上班 林口地區的高爾夫球場的這麼多的感地 都不受這個勞基法的保障 這麼辛苦的工作 卻完全不受勞基法的保障 被雇主用這個財產的方式來去迴避 這顯然是新北市政府的一個很大 要去處理的問題 我們也要問接下來 接下來就要市長選舉 那國民黨的候選人侯友宜 民進黨的候選人蘇貞昌 他們對於這件事情要如何去處理 如何去表態 我們的家庫公會 這麼多女性的勞工 經歷了罷工 現在又經過勞動部去認定 他們應該要立刻去負職 那如果說資方在這個部分 還不願意讓他們去負職 繼續要讓生育去擴大的話 顯然這個新北市的政府 在這部分的作為 是非常非常不夠的 所以說我們的勞工 也還會繼續的去抗爭 勞出雙方 沒一個贏 連社會也主 連我們在生的建設朋友也主 是怎樣 因為我們主要來 他們就來這裡沒用 一頭 這麼免 這樣讓他說 決定你來這裡 所以我們來就呼籲固執 要善待你的同仁 要善待你的人工 裁檢是第一步 他沒有可能被資金進行車訴訟啊 行車訴訟啊 還有所謂民事的一些 就是還有其他公會 幹部的一些案子 還在資金進行當中 我希望我們的幸福企業 能不要把這個招牌砸掉 今天我們的勞工局 也已經認為他們 也已經確認他們的雇佣關係 而且勞動部的裁決書 也已經在一個禮拜之前 都已經送達他們的公司了 所以說我呼籲 我們陳揚傳先生 陳揚傳先生 盡快的請你的幕僚 快點請這些我們的嘉湖工會的員工 快點復職